8个品牌的奖性电池 到底谁家的电池容量更大 售价更便宜 咱们挨个测试 华泰 小米 南福 公牛 双路 超爸 松下 亿元 亿元是南福旗下的品牌 奖性电池只卖1块钱 亿元 很好奇它的品质 瞎测南福吧 毕竟南福最出名 专业的奖测工具 测出来的数据绝对准确 按标准来说 应该用100毫安的小电流放电 但是100毫安放电的话 一个电池就要测七八个小时 八个电池就需要测三天 所以呢 咱们这里选用的300毫安小电流 停止电压是0.9V 低于0.9V电池也就报废了 开始测试 等待的过程中 咱们先看一下每个品牌的价格 这些电池都是在官方旗舰店购买的 而且买的都是四粒包装的 除了小米 因为小米只有十姐装 超霸公牛南福双路松下 全部都是两块五一截 华泰一块五一截 小米一块三一截 一元一块钱一截 很期待一元的表现 经过两个小时21分钟 终于是放完电了 南福一共放出了708毫安时 接着测一元 还是300毫安小电流 0.9V的停止电压 开始测试 一元放电完成 28分钟就放完电了 真是容量只有140毫安时 不知道南福新推出这个子品牌 有什么意义 确实便宜 不过这容量 一块钱140毫安 两块五706毫安 除了便宜一无是处 还有这么多要测试的 为了节省天天门宝贵的时间 咱们就不一个一个开始结束了 直接放结果 又增加了一款菲利普 把它给忘了 最后的菲利普也测完了 整整测了两天 太难了 点赞点赞呀 直接看表格吧 一个size不太会用 贴贴们还是凑合凑合吧 这数据是真有意思 首先这个一元 南福旗下的子品牌就不用看了 虽然售价只有一块钱 但是容量是真垃圾 才140毫安 其他的普遍都在600毫安左右 140乘个2.5也才350毫安 剩下的8个 小米当之无愧 性价比最高 售价1块3一截 容量626毫安 小米的售价容量 全面碾压菲利普 超霸 公牛 还有松下 1块5的华派 性价比也挺高 排在第二 南福性价比虽然不高 但是容量是最高的 706毫安 唯一一个突破700毫安的 不愧是电池里的老大 菲利普 当之无愧 最差劲的 售价2块5一截 容量竟然只有467毫安 纯属坑货 还有超霸 也是坑货 2块5一截 容量只有516毫安 总结一下就是 想要性价比 就买小米 想要大容量 就买南福 华泰双路也还行 亿元 菲利普 超霸 这三款 一个比一个坑 公牛和松下呢 平平无奇 容量也不高 是性价比也不高 小米不愧是各行业的 脚屎棍 上期视频 咱们已经开过电池了 所以这期视频 就不拆解了 对电池内部结构 感兴趣的天天们 可以看一看上期的视频 一截南福 PK六截华泰 就到这里吧 感觉视频实用的话 别忘了点赞 拜拜 拜拜